海外獅多獎今天頒獎 泰國青脈慈濟學校黃雅醇老師 以及慈濟多倫多人文學校賴尚林老師 分別獲得肯定 第六屆海外獅多獎頒獎典禮隆重舉辦 今年其中一位獲獎者 就是青脈慈濟學校的黃雅醇老師 他致力華語文教學以及品格教育 因而備受肯定 因為他在我們這裡完成教育 走出大山 然後有了更好的未來 就真的去翻轉了那個人生 我覺得這個是我在太北 就是投入教學 就是最大的一個收穫 對 要很感恩就是全球慈濟人 就是對這所學校的支持 對 所以這個獎是屬於大家的 恭喜得獎人賴尚林 而慈濟多倫多的賴尚林老師 則獲得了今年的POWER教師獎 他了解到海外學中文的不易 因此自行編寫創新教材 成功提升當地學生學華文的成效 所以我們面臨到的就是說 因為他們是來自各種不同文化的 這個家庭背景的孩子 那這套教材呢 字大 然後很薄 然後內容是純文字 然後重複再重複 幫助學生們提升這個試讀能力 在層層審核下 今年共有八位海外師多獎教師 以及兩位POWER獎教師 六層以來共臨選出60多位教師 獎項感謝他們的付出 把華語文字 文化 思想 智慧 傳到世界各個角落 帶來新聞林家蓁 李明華 台北報導 文化 全區 總統